李碧琪和老公一向恩愛 日前他們夫妻倆吃飯慶祝拍拖紀念日 怎知這件事竟然令朋友私後找Becky聊天 那頓飯就是我和我隔壁那位一家之主 去吃一個Dating Anniversary 即是拍拖周年紀念的飯 但我搞笑的地方就是上禮拜突然收到一個E-mail 有人FYI我去通知我吃這個飯 有個朋友就說你們吃這個結婚周年紀念 為什麼還吃拍拖周年紀念 通常結婚就不會的 然後我的一家之主當然是沾沾自己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你可以沾沾自己幾多年 過多幾年你就不會吃衣服 Becky主演的福音電影已經上演一個月 但仍然有不少人會包場去看 令她好鼓舞 而其中一次學生包場的分考會 更令Becky印象深刻了 我現在知道因為有很多學校 想在考完試之後才包場 所以其實已經包到六月尾了 真的很開心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看完之後都說 我一定要包場請不同的單位 一起有這個感動 所以她都很鼓舞 其中有一場包場是一些學生場 的確有一個學生走出來和校長去分享的時候 她都說 其實本身家裡可能也有一些困難 但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我都會得起心甲回去 去主動建立我的觀看 然後是學生和校長和我們幾個工作人員都沒有 所以我們覺得能夠改變到 尤其是年青人的一個途徑 是很難得的 然後第一次上榜的感覺 原來是這麼興奮 雖然現在好像是嬰兒版 但是這個幼稚園的學生 都覺得是很興奮 聽過歌名有沒有說是開心多 還是不開心多 其實這首歌是去講回我們以前的記憶 這些的細節可能一直潛意識影響著我們 但是如果我們有勇氣去看回這些記憶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今天成長的自己去瞭解 當時為什麼我這麼傷心 那一定可以有一個失魂或者是放下